她总是怀疑我跟她闺蜜有问题 然后总说我跟她闺蜜好像是要在一起 关键问题不是我怀疑 是我已经亲眼看到她俩发的那些信息 我能不怀疑吗 发了什么信息了 就是我闺蜜给我男朋友发信息 建议她和我分手 我就想知道我俩分手她能落着什么好啊 而且就是她跟我要分手了之后 她俩要下一步要怎么发展 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那我觉得毕竟我们三个人关系是这样的 如果她俩发展什么关系啊 我跟我男朋友出了两年多了 我跟我闺蜜也认识好久了 我关系特别好 然后现在闹得现在变成这样了 她俩成一对没我事了是吧 不不不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因为我每次找她都找不到 我俩只要是一吵架的时候 她都是把我的电话呀 微信的QQ全部都拉黑 我根本找不到她 而且来说我俩每三天就吵一次 所以说我每次都会找她闺蜜 去找她联系她 联系到她之后 我才能再找到她 所以说每次都会通过她闺蜜 就因为这点事 然后她就误会 我和她闺蜜之间有问题了 听明白了 关键不是我误会 没法不误会 你们俩好了两年多对吧 对 你男朋友都描述 每三天就吵一次 也就是说 每隔三天她就要跟你闺蜜联系一次 也没有像她说那么平凡 是愿意吵架 那哪个谈恋爱不吵架 我俩出了两年多 舌头可能不碰牙嘛 不可能 但是这个吵架 它是有频数的吧 它不能吵架 没几天就吵一次 没几天就吵一次 你们谁能来给我描述描述 你们俩为什么吵架 我说 她这个人就是办事特别差戒 说她每次上街她特别call 我俩在一块最开始刚出的时候 那山花烂漫特别好 跟你说的那楼带劲了 现在天天的 给你打个电话 不再超过一分钟呢 59秒之前肯定要挂街 就我这边话还没说完呢 人那边啪叉溜了 为啥呀 然后我每次我就得再打过去 我说我话还没说完 你着什么急呀 她说 那你还有什么事你说吧 这是情侣之间应该打电话的方式 我跟我妈打电话 我妈还得跟我聊两三分钟呢 到她这一分钟都过不了 我看你身世不太会聊天 你妈就跟你聊两三分钟啊 我是说那意思 我天天给我妈在一块 我肯定说 告诉我们为什么59秒就撂电话 其实不是因为我59秒撂电话了 就是因为我跟她现在之间 有的时候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我每次跟她一聊天的时候 我俩总是会吵架 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俩总是吵起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叫她吃饭 她那边睡觉不愿意起来 就开始跟我俩吵 然后就说你叫我吃饭怎么样 她也不管你什么时候睡的觉 那放假了休息了 那前一天晚上又玩了又开心了 那第二天我睡一会怎么了 吃饭又不是什么着急的事 她每次给你打电话 起来吃饭 然后就挂了 挺好吗 她就一话起来吃饭 然后挂了 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说这家里到我家去吃饭怎么样 不是你是起来还是没起 没起 这就怪你不好了 接着打呀 我起来吃饭 我也是打呀 然后我再继续给她打 我说该吃饭了 除了吃饭嘛 突然我不去了就 然后电话就挂了 她第二遍打就是 你到底起不起来 你吃不吃 你不吃我就吃了 我说你爱吃不吃 不吃辣的我就不吃了 好 不吃了